大家好,我是女世界KOL工厂的导师张迭 个人品牌一定是建立在真实的你的基础上 找出你独特的个人风格 那个最具辨识度和信任度的品牌DNA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如何找到你的热情所在 并发掘出你独一无二的特点 自我认知,找出你的独特优势 我在KOL工厂等你 大家好,我是女世界KOL工厂的导师Ashley So, the social media world is a noisy and competitive place and every successful KOL depends on a strong and distinctive personal brand to grow a follower base that will know you, remember you, and trust you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to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a personal brand that is unique to you? Join me at KOL工厂 做人品牌你的行业到来 我在KOL工厂等你 大家好,我是KOL工厂 负责品牌语言写作课的导师Poi 可能很多同学会有疑问 文案课,这是在上一次语文课吗? 靠几小时的课就能让我文才飞扬了? 学文案可以帮助我涨粉吗? 其实,有力量的品牌语言不一定有什么华丽的词造 也不一定要引进据点 也许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一些话 但是却能够准确诠释品牌的调性 有力地传递产品效力 直抵目标受众 在商业的世界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期待我们在KOL工厂相遇 一起感受和驾驭语言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KOL工厂的杜克老师 我将在我KOL工厂跟大家分享 KOL账号的运营 平台KOL的流量分布 KOL的变线 以及疫情期间来的什么样的人设 什么样的个人品牌 更容易在线上做出成为新的KOL 大家好,我是女世界KOL工厂的导师Vera 从2005年YouTube的创立到2020年微信试补号平台的开放 全民视频时代已经到来 视频平台不仅是人们展示吃喝玩乐晒拔的Vlog之地 很多行业大咖也抓紧了这个机会来展示个人品牌 那么如何制作优质的视频 如何通过优化视频设置从而产生裂变 如何利用视频平台来最大化的展示个人品牌呢 我的频道,我做主 我在这里等你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giraffe